明星互怼有多爽 张一山早期被主持人内涵名字 我觉得刘欣应该数学还不错 因为你看她的名字里面 一和三都有嘛 张一三 对我叫张一三一般妹 外地人都管我叫张一三 普通话讲比较好的都管我叫张一山 最近以反科为主 直接怼的妈宝男哑口无言 她说 因为我妈妈想我们了 看能不能来住就睡我们两个中间 那我也很爱我妈 那我可以就是从恋爱到结婚 一直带着我妈男生 因为一直是我这样的女生吗 刚刚说可以的吗 文昌你可以吗 可能一点太夸张了 可是我妈一定要住我们中间怎么办 妈妈说为什么不要住 一定要这样吧 因为她们都能接受 她妈妈住我们中间 为什么不能接受我妈妈住我们中间 会出道的毛不易 曾被华晨宇当众讽刺 虽然所有人都很喜欢你 因为你其实从始至终 你的曲子就没有过过一次关 去好好学习一下 当了杨幂者却只有吃憋的份 图子每次穿的太短了 真的就是女孩子在外面还是得稍微 哎呀 好有下奖会更短 小S在节目中挑戏黄渤 被反击的不要太少 林志玲给你拍完戏之后 他说他跟你拍完戏之后 吐了大概一个月吧 你让他很倒胃 就是这么幼稚 就是这么可笑是吧 对 我就是这样的人 你天天跟人林志玲比 你没有觉得这是一个 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从容貌 从身高 从体型 从涵养 从学识 哪一点可以跟人比 总经给魔术当托 被观众当场质疑 我告诉你什么叫职业精神 把最好的结果呈现给你 就叫职业精神 但是我觉得这种很奉献 你以为在那搅局 叫职业精神吗 所有的演员在台上干什么 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 这叫职业精神 但是 懂吗 我为什么愿意当托 就是因为要把最好的结果 在大年三十儿 呈现给观众 说我是什么都可以 抗亲子霸气回怼 拒绝POA 首先我是不喝酒 我酒精有点过敏那种体质 你说在家自己微醺的话 我可以理解 但是毕竟啊 女孩子啊 很多男生其实内心啊 还是抵触的啊 女孩子喝酒怎么了 花你钱喝酒了吗 是你女朋友喝酒了吗 就去喝酒这个场合啊 但怎么了呢 好朋友直接出去喝喝酒 小酒一下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偏见啊你 被陈建兵调侃 看着老的奖心 直接重拳出击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小插曲 在现场他看到我 然后他就说 哎呦你生活中看起来挺小的 怎么扮成妆以后 显得那么老呢 然后我当时就回记他一句 因为要配你啊 世俗总要 男人无惧无畏